哈喽,我是Katrin妈妈 今天我来带你看Hill at Holland 两个房,两个卫生间 这个呢是700 sqft 它的面积是65平米 我让你看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格局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就让你看看这个户型 这个呢,它的客厅饭厅很长 然后这个有两个房间,两个卫生间 和一个开放式厨房 其实这个开放式厨房 如果你做到一个小门的话 它等于是一个关闭式厨房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一进来的方向 我们一进来呢,这是它的走廊 你可以看到它的地砖是大理石 然后这是它的厨房 这个厨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就是多了一个窗户 一般上开放式厨房 你很少看到有自己的窗户的 所以这个格局呢很好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边 你可以放到一个玻璃门 在这边你变成一个关闭式的厨房了 就在这边 整体的设计的很漂亮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中间呢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饭厅和客厅 然后呢这个的好处是说 一般上如果这样的情况 阳台是整个长行的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阳台只是在一边罢了 所以它的空间使用率很好 它没有很大的阳台 这个阳台其实很实用的 你可以看它是四四方方的阳台 所以它其实可以放一个餐桌在这边 然后这个它有给这个 我们叫Zip Track 这个有给 然后上面是Acoustic Panel 就是说它是隔音 这个呢隔音效果可以到99%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设计的阳台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 一个是在右手边 一个是在左手边 所以这个呢设计就是省了那个走廊的空间 这是房间你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加两个小桌 然后这个衣柜和那个空调都会有给 可以看到它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个房间 主人房 去主人房之前呢 这边会有一个Common Toilet 这个Common Toilet是吃卧 吃卧的话你看一样 它这个很特别有自己的窗户 一般上现在的两房有窗户 是非常含有了非常少见了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你可以看到的每一个它橱柜 全部的这些你看到的都会有给 现在我们来到主卧 现在主卧这个它是放双人床 是King size bed King size bed King size bed你可以看到这个面积非常大 然后呢衣柜空调也是有给的 这一样这个卫生间是主卧 一样也是有窗户 所以这个格局呢是非常好的 它是两房两个卫生间 有自己的窗户 每个厕所有自己的窗户 然后可以看它的格局很好 它的客厅是长型的 所以整体看起来很宽 然后也是没有浪费阳台的空间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联系我 这个楼盘目前来讲它卖得很好 它在两个星期已经卖了29套 它是第十期永久地契 然后呢靠近荷兰村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联系我 我们可以见妈妈再见 这是 prendת康兰村 主が好像不正 宽恼 这个皇帝远 已经建造了